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爷爷 第五节课,给大家讲一下女警通用的对线技巧 我们先来看一下女警,她这个英雄在打对线的时候 有个核心关键 一,控制距离 手长,就要拿出你手长的优势去打别人 不要用你手长这一点,还跟人家天天站在那里对点 然后发现点不够对手,然后觉得这英雄不行 这很弱,可能就是你打法有问题,对吧 一定要控制距离,控制距离就是使我们能够A到对手 而对手A不到我们,或者是说敌人他可能能A你一下 但是你可以A他更多一下,怎么都是赚 就是一,控制距离 二,夹子限制 夹子也是女警非常关键的一个技能 我们在打对线的时候 可以用夹子放在槽里,限制一下敌人进槽 一些喜欢进槽的一些什么辅助 也可以在没有视野的时候放到旁边的槽里 防范一下对面的打野 也可以在我们压线的时候给到敌人塔下 去骚扰一下对手的一个补刀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夹子这个应用 就是说用好起来一个限制作用 使对手在跟我们对线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恶心 三,压制拆塔 无论如果你可以杀人 那说明你跟你的辅助可能配合找机会能力就更猛 毕竟你想能够轻而易举的杀掉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队友的一些控制 但是如果你能不能先手拆掉别人的塔 和能不能就是说点人啊 找机会Q人啊 扎人啊 这些东西可能就更看你自己 那我们在没有什么机会杀人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多一些压制 找一些推塔 把塔皮的钱都吃了 还有把这个拆塔的一个节奏给带起来 也是我们可以自己能控制的一点 就是这三点 就是作为我们玩女警的时候 打对线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对线 一一级的时候 一级学Q 观察小兵血量 是否需要用Q收掉 还是说你可以不不交Q 用平A就把这个这个兵给补掉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如果用平A收掉前三个兵 你那么说明你还有个Q在手上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Q 可以在敌方补刀时 跟一个Q使我们这个Q能打到人 又能打到我方的远程兵 起到一个消耗和倾线 这两个作用都能打到 那这里说的这个Q更好打中人 在上一篇提到了 怎么能使我们Q更容易命中 那这我们就是第二 这是第二点 如果有我们还有Q在手上的话 我们下面下面一个Q的一个处理 然后三一级前一级前三个兵 如果是你需要用Q收掉 有时候帮打野打得多了 或者是说上线晚了一点 那前三个兵可能要交Q技能收掉 你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感觉你这个位置距离 就是说放Q能够得到对 对面一个AD的位置 那么你就调整角度 看准对面ADC的一个位置 使你的Q同时能把这三个兵收了 又能打到一个消耗的杀果 就跟奥巴马Q是一个道理 奥巴马上线 或者是奥巴马平常补刀 那他平常补刀 可能有几个兵有残血 他也会用Q找角度去打到这个兵 又能去打到你 同理这个女警的Q也是这个道理 上线如果我们需要用技能收掉这三个兵的话 那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的距离 这个Q的距离够得到对面AD 那么我们就调整角度 使我们这个Q又能刮到人 又能收掉线 这是三 然后四 如果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你这个 清完 或者说你清完前三个兵 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上线之后 你的Q距离过不到对面 那么你也只能就是安心的 先去把这个三个兵给收掉 不需要过于的就是说去干什么 然后注意清完三个兵之后 就是你进站前三个残血兵 注意对面AD的一个位置 观察敌方是否继续想上前补刀 要有的时候 特别这一套特别是针对一些打短手 其实很多英手手都比你短 而现在比较火的这个AD 手都是短手嘛 我们注意他清完和我们同时 清完前三个兵之后 你观察他 是否想上前继续去补刀 要知道清完三个进站之后 剩下来的三个远程 其实都是在两面AD自己的脚下嘛 如果你观察他 他清完三个兵之后 他还是想继续A兵 那么他肯定就是A的是我们脚边的兵 那么我们一定能抓住这个机会去打他一套 你就观察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意图 因为有时候我碰到对面AD 他知道这一点 他比较谨慎 他就不会急于上来去A女警脚边的兵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太多机会去点他 那就可能就继续选择清线 所以这是你下一点 清理完前面三个兵之后 注意对面AD的一个站位 观察他是否有继续想上来补到的一个就是意图 如果有保证你长手的一个距离 立马跟平野消耗 千万不要追 你要记得 因为你一个人追没有用 像我们如果说能套他两下不追 这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看辅助 如果说其实可以追 但是你的辅助跟不上你 你一个人追是不是也很亏 那么这就是辅助因素 我们没办法掌控 那么我们能做到就是说 如果他有这个意图 我们能跟平野消耗就跟平野消耗 能耗几下试几下 然后他如果有位移 你就先A等他把位移招了 你再Q 如果他没有位移 那么就能A几下 A几下直到把他打出去 就是他把他打到他不想A这几个兵了 这是这 这是说更多的是对于一些短手的一个AD 如果是打一些长手的或者是爆发比较高的 因为像那种长手的或者是爆发比较高的 你要是比如说德来文你点他一下 他也能点到你一下的时候 因为像有的德来文他的站位都会比较膨胀嘛 你要是长行想去点他 他可能也跑来点你一下 你可能就很亏 或者是奥巴马 你要是他在疯狂倾线 你跑去不倾线去A他 那么他可能抢到等级上来 垂你一套 你也是hold不住的 所以打这种长手和爆发的话 你要清完前面几个兵之后 你要选择继续倾线 准备一个强二 就是你一级一个思路的一个转换 来看你一级能不能抓住一个消耗机会 和你上线之后 你这个Q怎么用 怎么去处理 其实还是会想很多的 并不是很多人打女警的时候 上线就是清完线 继续点名 继续点名 有的时候人家一个短手 就站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 就A你脚边的兵 你都没有去搞他的意图 这就一点压制都没有 所以说其实这一时候 你在打一级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想这些东西了 看我有没有这波机会 有机会我就抓住 没机会我就 按我后面说的 继续清线准备茶 这个就是 第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素材 那我们上线之后 我们上线之后 对吧 这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Q 看看我们距离能不能在 如果需要用Q收线的话 能不能用这个Q打到人 然后发现我们这个距离可能比较远 我们没有机会打到人 那么我肯定选择 就是说先收掉前面三个兵 再说清完三个兵之后 记得我还记得 我刚才说的一个第二点吧 观察对面是否继续有这个补刀意图 我们A一下兵 发现这个EZ 它的一个站位其实并不是 非常猥琐 那么我们有抱头的时候 可能就会稍微的等一下 然后找个机会A他一下 A完之后 因为我们有残血兵 我们不能在A人的时候 就是说忘了补自己的刀 所以我们利用抱头那张实验 其实我们点人啊 有的时候没必要刻意的去追 你会发现你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因为你手还是比较长的 那看你在这晃两下 发现对手刚上来补刀 你就有机会点 那点一下 我们没有神追吧 点一下拉一下 继续清理好自己的一个兵 然后找人角度 倾到线又能消耗到对手 然后继续清线 那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在 就是耗对面血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血量和位置 不要随便被人打到 就是你上线这一级 你看一级有机会能做到的事情 要继续清线 然后接下来我就肯定就是说 刚才像刚才那样 能点他就点一下嘛 对吧 能点AD就点AD 能点确实就点确实 然后自己兵残了 往后拉一下去收自己的兵 不要顶着兵线去跟别人对点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 完成了一个一级的消耗 肯定要注意兵线的二级 这个时候看到他俩往上来了 你们一定要注意下路 敞二的一个兵线 这个时候虽然他两级 但是因为我们只剩一个兵两级 所以我们要记得快点 把这个兵给A了 一边A 注意站位往辅助的身侧跑 就是说不要笔直往这跑 你笔直往这跑 可能确实就是说 万一你辅助的盾给慢了 可能就勾到你了 所以说 你不要太过于依赖你的队友 谁会自己去 看局势选择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 他俩下来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立马回头把这个兵A了 两级秒学一个E 然后回头打 因为像EZ他可能 两级可能伤害并没有你女警高嘛 所以说不要这个时候就 笔直跑 头也不回 那这样你就明明可以抢到兵 直接回头 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说一边A这个兵 一边散 就是这个位置 一定要往辅助身后 就是说绕一下 这样的话 勾到你的一个几率就比较小 这样两点我们都做到的话 就像你这两点碰到情况的一个处理 就对了 这个就是 一级 你该做的 和你碰到 就是你技能怎么用 早就会点啊 早就会消耗啊 这些 就是你上线的时候的一个一级思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两级 就我们先看一下两级学艺的一个方式 一 我方辅助控制不够硬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辅助不是那种硬控辅助 而对面两级之后 它爆发可能会有点高 你就两级点一 这种是比较稳的 然后二 厂到二 利用等级和手长 这一点上前压制 这样你厂到二 对面还是 你可以往前走 利用 你这个 手长优势 就是能A几下 A几下 然后配合你Q 可能会消耗一下 如果说你不能 A他多下 因为对面已经 车队很及时 靠后了 你不能A 那么你就站在兵线前侧 因为你们两个两级往前走 对面一级绝对不敢上来 给你们打 如果他敢上来 给你们打 你就直接打 两个两级加起来四级 对面两个一级加起来 就是两级 四级打二级 如果还打不过就别玩了 就不可能打不过 就不可能打不过 只要你别站在那不动 就是这样 三 等到对面也两级了 那你就是说 虽然在前面压了一下 让他不敢来补高 然后慢慢的 嗯 清完线 他可能旁边就混一混 蹭蹭经验啥的 也两级了 你要注意 及时后撤 该清线清线 那就是说 对面等级和你一样了 你就可以往后站一点的 不要他站到兵线前面 就是说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两级 对面也两级 很有可能 对面开始找机会 也就是说想搞你啊 等等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让他有这样的机会 对吧 等级差不多 我们后一撤 你该干嘛干嘛 就该清线清线 该把控平A距离 就把控平A的距离 不宜 太过于靠前 小心你被贴脸 就近身 就是两级 这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 兵线只剩两个 在敌方塔前的时候 直接后撤 等待下一波兵线 大家都知道 女警的英雄 玩消耗 和风筝对手 比较猛 如果直接跟别人 就是说贴近 直接一打一波拼 他可能 就不是那么的强势 所以 我们千万不能出现那种 对面兵只剩两个了 我们还在 原来的塔前 就是A兵A兵A塔 导致别人利用 兵线快没的时候 上来打一套 你要是被勾到 或者被控到 或者被贴脸打一套 都很亏 所以这是第四点 敌人塔前 只剩两个兵 就后撤 等待下一步兵线 就可以了 这是两级学艺 然后我们随意的也看下素材吧 上来 先找这个角度 你看我们一般都是会 找角度去Q 能不能Q到是一回事 但是你会不会去找机会 是一回事 因为你要是说 他人找到去Q人 你要是没Q到的话 但至少你是找过机会 对吧 而且你不可能十次 你每次都Q不到 他就不可能的 然后如果你不去找机会 就是说上来 我们走到风女这个位置 比去Q 你是百分之百Q不到 这就是你尝试和不尝试的一个 关键点 像我们上前Q 他可能扭一下 那不要紧 我们继续去补这个刀 然后就抱头的时候 观察对方的一个补刀意图 就是我上点提到过的 因为像有的一种 他可能 你不往前压一点 他可能继续 你找变的兵 那么我们有抱头 稍微往前站一下 不急 注意自己这个残血小兵 A完一下 然后刚准备A发现 这个人可能要放Q 我们肯定是不能去追卡莎 卡莎这个英雄 他就是为了过瘾你去A他 然后反手AQ 我才卡莎课里讲过了 所以我们要 深知敌方的一个打法 就英雄这个特点 然后合理利用B线 我们发现他打到这个风女之后 往后撤 然后一扶要A这个残血兵的样子 我们就找着一个角度 一个Q 这个时候我们Q能打到他 对吧 然后能A辅助就A辅助 继续回头清掉残血兵 这样的话 我们保证了自身的一个血量 也能在无形之中 就是动不动 就是能摸他就摸他 能Q他就Q他 不能用自己的 不能让长手英雄 跟对面的短手英雄 多掉血 那这样的话 你长手凭什么能被短手的魔刀去掉血 对吧 一定要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的 肯定就是长二问题 然后就开始清线 清线的时候就说 因为明显 我们这个兵肯定是先二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慌 在快两级的时候 可能是说 稍微的注意一下对面一个位置 你看这种卡杀 就是那种撤退非常及时的卡杀 你从他一击 他清完前三个兵之后 他没有急着去A我找边的兵 就说明这人还可以 你看然后注意到我们快 长二的 直接后射到这种地方 反过来想 你们玩些AD 如果说偏于弱势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能做到像他这样 急着和射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后射 位置站在和这个辅助的位置一样 再站在我手表点这个位置 是不是封你W到你 我能就接平A接Q 你可能又被打一套 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多学会深去思考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你辅助撤退的碗 那又怎么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那辅助撤退碗是辅助掉血 难道是你掉血吗 所以说你当你自身掉血很多 和老师打得很难受的时候 先抛开辅助因素 想想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来跟你说 这辅助 对面这个AD其实还可以 你看这把这个局 就是对面这个AD 我不记得他是钻2还是宗师的 所以偶尔从我看按积分板的时候 应该是能看到他段位 你看你看发现 那些他们段位稍微高一点的人 他们AD你看 他该被压的时候还是被压 因为有些英雄就是这样吧 但是他可能就是能做到 就是避免被压的太惨和 该注意什么就注意什么 管你辅助怎么样 因为辅助因素 我想管你也管不到 所以只能去提升自己 然后他反过来说 我们在女警车压完线之后 记住啊 兵线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残血兵比较多 千万不要越兵线去点滴 我们一定要先做到 清理自己的兵线 再去骚扰对手 我们兵比较多 先把兵给 就是说给稍微的清一下 然后注意兵线 如果说像我鼠标点的 这一样 在这一块 塔前这种位置 一定不要在这种位置 就跟对面的人玩 快速把这波兵给清进去 不要让兵线卡到这种尴尬的位置 如果兵线卡到这种 就是说尴尬的一个位置的话 一很容易被抓 二对面的AD 就是也不至于去补塔刀 然后三 你也杀不了 就都很亏 所以说兵线上 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快点压 压到别人塔下去 然后就开始 就是说点塔 耗塔皮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打对面这种 虽然我们藏到二了 然后像辅助这种 他可能不是什么很硬的控制吗 然后右面是洛 洛像洛如果他两级 大家都两级 他可能会找到机会 就是说W你也很难受 所以我们肯定是学E 稳妥一点 然后发现这个洛学的是E 那他肯定是知道 我们女警在塔下 就是压他 可能凯莎比较难受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这一点 就是我想给你们说的 辅助的位置 并不取决于你的位置 同样的 那个卡莎撤退了及时 辅助撤退了不及时 他不影响卡莎 像这里 如果我们和风女一样 站为不谨慎 我们两个人都被抬下 那就都很亏 那么如果辅助被抬下 你只要盯着对面AD点 那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是你的辅助 跟对面的AD换掉了 就他俩了个血量 那对于你一个ADC来说 就是赚的 所以说那辅助他怎么占 我们没法没法控制吧 你怎么占 是不是可以控制 他这就是 你两级 那我们两级之后交个E 虽然说一直没怎么用 但是就是很稳 你有了意 碰到这种容易突进的 打这种比较尝试一点的下路 他等级和你差不多 比较威厦 一定要捏着 然后有夹子 开始利用夹子 在塔下 就是说去献止一下对手 他就可以了 那像现在 我刚才还有提到了一点 面前没兵了 要快没兵了 直接后撤 早早后撤 不要给对手 利用就是这波兵的机会 上来耗你 这就是两级 就是随意 这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点 学W 一辅助控制稳定的话 你就可以学W 像摩甘纳 女性配摩甘纳是 我觉得挺长的 很猛 两个人双双推线贼快 然后Q中的杰克匣子 没Q中也能给你盾 一点都不怕 在塔下被人敞开 他疯狂的压线压塔 压塔的 真的超级强 女性配任何长手的 一些辅助都猛 疯狂推线就行了 就搞到对面的一些短手 都相当难受 特别是那 出现经常多的AD 就是卡莎和伟恩 这种短手 你直接跟这两个英雄对点 你肯定可以 但是你要是比推线和 塔下压制稍耗 那肯定就是女性配 他们就是配那些 长手辅助猛的 辅助控制稳定 学W 然后保证自己的距离 跟辅助不宜太远 防止出现辅助上去打控制之后 你距离跟不上措施跟W的一个 接控制的一个机会 这里要说的就是辅助 他技能控制稳不稳 是一回事 你距离能不能跟得上 他空到的第一时间 是你的事 他技能歪了 那你就等下一波机会呗 但如果他技能中了 你要走两步 你才跟得上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问题很严重 这一点我在跟学员上课的时候 非常能感受得到 有时候我玩个时光的运人 我已经运到了 他好 他无论玩什么 他都要走好几步 才能跟上我 我等你走好几步 再过来打的时候 我这个控制早就结束 人家早跑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 就是一开始就保证 时时刻刻在我 就周周周周遭站着 在我控制到人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能跟叔叔 是不是就是你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你该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再打一说 你不管你辅助技能稳不稳 可以吧 你至少能保证 你辅助要是中技能 就技能中了 你第一时间可以跟上叔叔 把握住 你辅助空到人的这个机会 是不是就是你做一个女警 那应该去想的一个问题 这一 把距离够立马跟W 两 如果抢到二 你W能接上队友的一个控制 基本上对面是必死 这一 二 感觉对面威胁不够高 就算辅助没有强力控制 你也可以学W 就有时候 我们的辅助 他控制不是那种硬控 但是对面下路 就说 可能这个组合不是非常强 是吧 你又能压线 那么你两期可以不需要点椅 你可以 学W 放到别人塔下 两期就可以学W 开始压人 骚扰他 不过这个得看 对面下路威胁高不高啊 三 对面人如果相当猥琐 可以把夹子丢对面塔下 限制对面一个补刀 就是说 有的时候 对面的人非常猥琐 他不给你A 但你就 那就丢丢夹子呗 能影响到他的补刀最好 然后 能影响他 因为这个夹子 不敢随意上来补刀 那都行 那目的达到就可以 怎么 只要你能转 就可以 四 快没有兵的时候 及时后撤 压线 记住看地图 打野动向和作业 没有兵的时候 及时后撤 压线 一定要多看地图 和多作业 不要问那种 很鱼的问题 比如说 我被抓崩了 怎么办 当你被抓崩的时候 你再去想怎么办的时候 你不用想 你出了躺赢 那就下一把 因为你都被人抓崩了 你还想赢 你队友没有逼逼 你就没有怪你 这个队友天天 那么傻 被抓就不错了 所以说 你这需要想的是 我为什么会被抓崩 我是不是可以 避免被抓崩这种情况 多做演 多看地图 只要演做的够多 地图看的够多 就不会被抓崩 抓一次很正常 一直抓 就是你绝对有问题 这是两极学W 两极学W 我们演 看一下这个素材 一样的 上线先补刀 对吧 然后找准位置 Q一下 然后继续清线 因为像对面 这把是Niko 那么咱们肯定就是说 先清理线 再说 然后当我们这个 有抱头的时候 一样 不需要伸嘴 稍微的找一找机会 手长的这个优势 就能A出来 然后再A一下 就可以抓了一个抱头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我们发现 你看这辅助 你说这种辅助 是不是那种 你们口中常说那种 帐位很猥琐的辅助 如果这个时候 你跟他一样 开始往后站 你是不是错失了一波 点大眼睛的机会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说 你不要老是盯着你的辅助 你自己学会判断 这波我可不可以上 或者是说辅助 如果猥琐的情况下 我可以做的事情有什么 对吧 这波我插个眼 虽然辅助帐位非常猥琐 那但是我们可以 因为像Niko 她可能一级 然后我们这波兵线 是压过去比较多嘛 A一下 又A一下 再几个Q 你看这波换血 打了对面大眼睛 半血 这跟我们辅助有关系吗 没有吧 是不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那这就是你 应该做的 你应该学会去找的一些技能 利用的一些机会 那但是你千万不要出现那种 对面两个人都六级 N5级辅助 5级往后靠 你说这个辅助很猥琐 那就是你有问题了 你要学会判断 对面两个6级 你们两个5级 你不后退 还跟别人点 你是不是就有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判断 时机可不可以 可以 分析一下 能打抓住机会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脑子和手对的反应快 脑子慢了 手就慢 脑子快了 手就快 这就是花博波雪 然后继续新线 那一样的 清完前面几个兵 就开始就是说 清理线去 藏这个两级嘛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 肯定是快速的一个 去新线 残血兵比较多 可能就不会过于的 想上去去点这个 对面大眼睛 或者是说 怎么样过于去骚他 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面两个 下路两个对我威胁 不是很大 我两级直接学了W 给一个夹子 在这个塔下 我知不知不知道 我在技能片里提到过 这种夹子可能很多人知道 一说大家都知道 知道那又怎么样 知道我能用得上 并且老是能找到机会 打到对手 这就是你的本事 不能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你用不上 有啥用 学会去运用 就是你们现在很多人 在打游戏的时候 欠缺的一点 总是觉得这股 这我知道 那我知道 实战中根本用不上 一点又没有 这只是 两级 两级的一个 大致打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下一点 第三点 对线期的一个消耗 说完一级两级 我们看一下对线期的消耗 对线期的消耗分两种 一种是平A消耗 一种是智能消耗 我们先看一下平A消耗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方式 一学会掌控女警 650码的最远攻击距离 对线想点人 第一步 先整理好兵线 小兵不宜比对面多 就是不要出现那种 你对面兵过来了 你不处理 顶着对面很多兵 上去点兵人一下 那这样 别人绝对会还手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点别人一下 一点的不转 那肯定不转 别人不仅点到你了 他的兵也在打你 那你肯定亏啊 所以说一掌握好距离 是你要做的 二 整理好兵线 也是很关键的 这就是这两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点 观察对手的站位 当你前面这两个做好之后 你还得去观察 对手的一个站位 对手的站位较为猥琐 就在对面上 补远程兵的时候 在敌人出兵的一瞬间 你把A人 记不记得我之前说的一级 进战兵可能在敌人的脚下 但是远程兵 在我们的脚下 他如果腾猥琐 不进战 我们点不到 那不要过于过于胜追 那么他补远程兵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在我们的脚边 就是说吃兵 那他敢补我们脚边的兵 你还点不到他吗 那这个时候机会就特别多 所以 这也是第二点 观察对手站位 对手如果比较猥琐 就在他想补远程的时候 在敌人出手A兵的一瞬间 一马HA敌人 三 A完别追 往后拉一下 使敌人 发现你点他 刚上还手 然后注意到你往后拉了 他A不到 从而他放弃A你 然后四 他只要放弃A你一瞬间 他肯定就往后退一下 那么 你继续观察他这个动向 如果他是甩着继续A兵 你就可以趁机再追一个平A 然后再往后拉 这是很恶心 有时候 我们在打手碰到对面 一个会玩的女警 你就能感觉到就是 他点你一下 你刚才还手 他往后跑了 你气了 然后你算了 你不想A他 你刚准备后退 不A他 他又跑来点你一下 你又刚准备A他 他又往后退了一步 就是相当恶心 这种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女警会玩 然后不会玩的女警 你就会发现是这样子 他A你一下 A你A他一下 他又能A 他又A你一下 他不退 就或者是左右左A 或者是怎么样 不退 你又能倔他一下 然后发现 如果你是个文或者卡莎 强弓打出来 文三环 那女警就亏了 那这一看 就是不会玩的女警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打的时候会亏 你一定要想想 自己到底哪一步 做的有问题 这几步都是你在 平A赏十号的时候 你得去想的几个点 这一二三四 都是你们在打的时候 要用得上 会玩上自己 在对线的时候 这么一个做法 A完 别追 往后拉扯一下 A一下 拉一下 A一下 观察 拉一下就是为了 拉一下距离 防止他想还手打你 因为他想还手打你 万一他打到你了 那不要紧 你拉一下 他也只打到你一下 你可以利用你的手长距离 在他退的时候 再追一个平A 相当于你打他两下 他只能打你一下 还一下手很正常 绝对不要让他点两下 但是你可以追平A 就是说在他后撤的时候 再追个平A再跑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一二三四 一定就是你上用 平A后人的时候 要注意的 说完了这个 这个对线期的一个平A消耗 然后我们看下一点 技能消耗 技能消耗 可能就是Q和W 一可能 一般我就说捏得紧 尽量原来拉位移 就拉距离和躲进的比较好 所以说这时候的技能消耗 我们可能就是 更多的提到这个Q和W 一 尽量Q能打到人 又能倾线 防止你一心想去推这个线 导致你把Q全交给小兵了 那你肯定就少技能 去消耗对手嘛 那所以说我们Q 一定要多去找找角度 看一下对手的一个位置 能打到人 又能打到B 这里在前面提到过 二 能A到敌人的时候 一定是先A人 没有好的机会丢Q 你就不丢Q 那多A 不要忘了你是ADC 你更多的是用平A去输出 并不是你各种技能 我上次碰到有的人玩金克斯 边缘OB型金克斯 W输出 你这是很奇怪 你要别忘了 你是一个大多靠平A输出的ADC 所以说能A人 一直先A 没有有机会 顺便接个技能就接技能 然后没有什么机会丢Q 就不丢 他在找下部机会再交嘛 三 将敌人压制在塔下 磨塔皮 必利用夹子的 就夹子 限制对手的一个走位 利用前篇所述的什么夹子的运用嘛 在塔下怎么放 就更好的骚扰到对手 合理的去运用消耗 这就是123 对线起来一个技能消耗 加技能的配合到前面一个平A消耗 然后多看地图 对线的压制就有了 这里我们也 看一下素材 我们先看第一个Q加平A消耗 你看这里我们 随时抢到二 闪现上去很果断 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 可以往前走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好机会放Q嘛 可能就不Q 就A一下 然后继续A A冰 就对线没有太多 是会放技能的时候 你可能A就完事了 然后下一波发现一样的 我之前说了 怎么提高Q的命中率 才记得吧 看对手补到了一个意图 他面向这个冰和这个冰残血 说明他相不 然后这波就直接Q他 是不是就能Q他 还顺便接个平A 对吧 你会发现 就说 很多东西都是从基础开始 那对线 我们前期说了 怎么提高技能命中率 你会发现 在后面的对线偏中 你总是会用到 所以说一步一步的来 每一步都做的好 你后面才能 就是用得上 这里我们能QA打一套 他这个血就可能就 相当的难受了 然后我们肯定是要 就开始压线了 我之前不是说 冰线在这种位置 可能就开始 嗯 要就是说压到塔下去嘛 放在这里可能是 比较危险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 专注于快去压线 还有你们平常打游戏的时候 不要觉得我放一个素材 可能觉得 哎呀是这个人菜 就像我们有时候 在B站上 或者是说网站上 去看他们的一些视频 不是有很多弹幕王者吗 人均最强王者 都说这波操作 哎呀不是这个人很强 而对面的人 这也太菜了吧 什么的 对面这人好像是个傻子 站在那给你打 这种 发现这种嘴强王者就贼多 你说这个游戏 钻石的人也很多 但是以前不是做过统计吗 黄金左右水平的人是 最多最多的 那说明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想上钻石 对吧 你说对面这个AD 刚才我呢 看按积分板里面也看到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个王者 还是个钻二什么的 他作为一个短手AD 我们女警要是 利用前面说的东西 掌握好你的消耗技巧 我们一样能去到他 一样能就是说 这样压着他打 对吧 你说他傻逼吗 那他再怎么傻逼 他也比钻衣以下的人强 对吧 他至少也是个 爬坏在这个钻衣和王者之间的人吧 那你能说他菜吗 他不再怎么菜 他都比大多数的钻衣以下的 王者以下的 或者是说这之间以下的人强 所以说大家都不要做一些嘴长王者 只要你的行动剩余说话就可以了 少说话 多做事 多去训练自己 别问 问就是练 多练就可以了 然后多去想 我前面说的东西 然后一步一步的结合在一起 而且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可能是上王者 然后 但是很多人他想上钻 你想想上钻还不简单吗 其实我说的东西都能做到上个钻石 真的是 不用我说 太简单了 但是就是很多人不够脚踏实地 这是第一个 他就是这个Q 就是刚才Q加平A的一个消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平A衔接技能的 上线 一样的上线第一步 想一想对手在想什么 脑子撞得要快 这个时候你往前走 你脑子想了肯定去 机器人这个站位肯定要勾你 那假张往前比去走 然后再扭一下 把他技能给躲了 回头收掉兵 然后继续去补刀 这个时候要想的肯定就是 这个奥巴马他进草了 那咱们肯定不能让他卡式 也在这边为所补刀 对吧 A一下进草给个眼 这肯定是你脑子看当时这个情况 想到第二步 然后继续补刀 然后因为上奥巴马 我们不能站在那跟他点三下 所以说也是找到机会 发现他比方补刀的时候 点一下往后拉一下 拉一下走 为什么要拉一下 这是我之前说的 一是拉距离 二是像我们技能比平A远 所以我们放技能的时候 尽量是找个角度 拉一下距离 使我们放技能的时候 他打不到我们 你看我们抱头打完他之后 我们又能接个Q 他对手A不到我们 然后继续进草 就A这个兵 A完之后再往 再找钱看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继续补刀 对吧 因为像这个时候 我们是要做的是什么 除了除了刚才一 怕他卡系和二 A一下拉一下距离 然后Q他一下 然后我们第三步想什么 要抢二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生他想的 就是说要抢二 A完一个兵 开始注意我们自己的位置 往前压 你会 是不是你们平常想着 自己张位有时候 是不是太靠后了呢 很多人在玩这个AD的时候 张位可能 好多人都靠靠在这种远程兵后面 那这样你这波抢到二 你是不是也没法去追 我们在快二的时候一定要往前压位置 然后利用两极 虽然我学是E 但是我们可以不停的A他 然后往前A一下 我想等他往前左一点 找着一个角度在A 结果这个 哪妈一个E 然后他加了个技能 也不要 直接两极骗一个技能 打出一个技能就可以了 那后面我们就可能就是更多的利用技能去压线 因为上奥巴马手比较短 而且你想一下 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 机器人他比较烦什么 自己这边的兵多 对不对 他这边的兵要是比较多 他就很难去勾人 他也不敢阅兵线 他怎么阅兵线 唯有E 把他困惑在我们的这个小兵中间 他也是相当难受的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短手的人最烦在塔下的 我们就利用兵在塔下 就点他点他 然后找机会捏紧抱头 看有没有机会 稍后 然后再找准角度 Cue一下对面的一个奥巴马 然后这个塔没有打 我们不要急 往往走两步 把这个AD给杀掉 因为AD是没有治疗的嘛 那么我们肯定是走两步 找到一个位置 再A他一下再出来 就是说消耗 一定要用的好 然后 这是平安行政技能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说完了QA 这两个消耗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摩塔 加一个W的消耗 那我们现在摩塔 对面人不在 我们肯定先点塔 疯狂点塔就行了 然后从小地图 注意到牛头在中路 肯定是杠客 杠客完再回家 那么我们肯定就立马 利用这段时间多拆拆 这个补补刀和摩摩塔皮 然后对面卡莎来了 至于我说的W消耗啊 多观察对手的一个 他的一个意图 你看我们现在在补刀的时候 你看卡莎上线之后 他第一反应 他是不是想往前走干嘛 肯定是想补这个刀 那么我们直接甩上一个夹子 他直接就往后退一步 就能踩到这个夹子 然后我们的A就A A不到就Q一下 对吧 这样他就直接上线就中了我们的一个W 然后我们在这里A 看有没有机会能A到 啊那A不到我们就继续A他 然后有机会给夹子就给夹子 啊 就是说 夹子不要舍不得放 啊 有机会看到对面一个补刀意图 就立马往人家脚上耍个夹子就可以了 你可能很多时候都能踩到 这个就是技能消耗 就总和起来就是一个平A消耗和技能消耗 就是第三点兑现期的一个消耗方式嘛 然后说完了第三点 然后我们来说下一点 异技能的一个处理 一不主动走到人家脸上打伤害 有的时候我发现也是玩女警 他都是为了打一个E 好往前走两步 走到人家脸上一个E 拉出来 好像E上海打出来了 心里有点爽 有什么用呢 对吧 没什么太多作用 就不用主动走到人家脸上去 二用来拉开距离或者是躲技能 这是你很关键 一般我们都是用来这样用的 躲技能或者是拉距离 万一不想一本人接近了一点 一拉开距离就行 拉开距离输出 这是第二点 三敌人血量较少时 就是说敌人的一个血要是较少 我们辅助他有控制 但是我们是没有夹子嘛 那我们可以利用辅助空到这个时间 往前走 走到人家脸 就是说你觉得一距离够的情况下 然后再EQ平A 接辅助的控制嘛 就辅助控制 你接上EQ平A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收掉 因为对面血比较少 我说你可能没夹子的情况下 特别是月塔的时候 因为月塔队友要是空到 你在人家塔下那站着A 可能就 比较危险嘛 那我们直接在人血量比较少 越是越在月塔的情况下 辅助控的 直接走近一点 EQ平A A一下 把人家收掉 那这种情况可以考虑 拉近距离去EQ 平常是不主 不要主动走到人家脸上去 故意去打这个E的一个伤害 这个就是E的那个处理 然后E之呢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素材 这里给你们看了就是 你啥时候会选择去交这个E吗 一般我们是不会交E的 那这种我们A完之后 发现随时勾到一个人 我们肯定是 不停的A 然后拉近距离 不要急着交E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能更A更多下 肯定是一直是A更多下嘛 你看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尽量拉近一点 使我们E完 万一我们待会交了一个E 也能A到他 一直A 一直A快进塔的时候 我们再E一下 然后再A一下 这样就能 在我们没夹子的时候 一我们没夹子 二我们一直A他 也不是第一时间E 一直A他一直A到 直到他这个距离快进塔了 最后再交一个E 在他血量残的时候 交一手 才可以 或者是这波式要是月塔的话 他一思绪 你走上去EQ平A 配合辅助控制 也可以 这时候你没夹子 也得先A 有机会先A先A 没A完之后再EQ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没有控制的话 没有夹子的控制 你就贴近 最后再E 先A最后再E 这就是他 E智能的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大招的一个使用 一不需要用来满血消耗 这个没必要 别你要是不能保证 你接下来快点把人家给杀了 就没必要去打这种消耗 二 把敌人打残之后 对手如果有状态好的英雄在旁边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着急 R的 就是 你把敌人打残之后 而对手跑旁边有距离较近的一些英雄在旁边 你不用挤着R 他肯定是能挡的 你就最好是假装不打他 你去调整一下角度 这东西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技能篇R技能的一个讲解 技能篇我有当时跟你们说那个角度问题 如果为什么站的那么远 可能对面辅助就挡不上那个R 因为像我们R是一条直线 对手要挡技能 他肯定要走到那个中子弹的那个人脸上 那一段过程 就是你需要拉开的一个距离 你拉的越远 对面走过去挡技能 他那个过程就越慢 他越慢 他肯定就挡不上了 他必须叫闪 那偏格闪也是更好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我R技能 那个技能篇R技能 我当时说的那几点 就是让你怎么去调整角度 这是二 三 残血较多的时候 决定哪个适合你用R收掉 没视野的地方 就是没机会丢R的话 你是尽量想到你追不上的敌人 这有时候残血比较多 那不比金格斯的R 残血多 你跟R长得轰了 对吧 那女警他只能瞄一个人 那么我们一定要反应够快的去想 谁适合我们用R收掉 谁适合我们用平A收掉 一般我们肯定是选择用R去收掉 那个他即将要脱离我们视野的人 因为没视野他可能就跑掉了 而有视野的人 我们就一直能去平A去追击他 对吧 尽量是先选择那种 我感觉这个人我快追不上了 他就没离开我们的视野 那么尽量用R先去收掉这个人 然后这里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素材 然后像这里我们注意到这个 现在拉背开了 我们直接上去带A人 先A一下猴子 然后再A一下猴子 然后被莫干纳空到我们接一下 应该这个时候就典型的两个残血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R谁 我们从大家注意小地图 小地图上能看到猴子现在走了这个方向 就是他们家野区是没有视野的 如果我们用R去打莫干纳的话 就往前走不去打莫干纳 猴子可能脱离我们视野 我们就追不上对不对 而我们从小地图能看到我们这个炮车 是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那说明莫干纳 我们待会往这里走一下就能A到莫干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快速反应 选择R去狙击这个即将脱离视野的猴子 再往前走 直接一个利用火炮的一个距离 平A把这个人收掉 那就可能 就是说R的碰到残血非常多的时候 你的一个抉择 就是对线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注意事项 就是你对线篇的一个注意事项 一 平A消耗的时候 不可以与敌人对着点 扬长必短 你的优点是手长 但爆发不够 如果你跟敌人对点 你完全就是浪费你手长的优势 你要是能跟个500多码手的人对点 那你要600多码的手干嘛 不如让设计师给你砍 二 学会控制距离 对线要消耗能A的话 习惯性是A完往后拉一下 A完点往后点一下 A完往后点一下 这样就是防止被人 就是追着还手 往后点一下 这个我也前面说过 你们没有还记得是吧 点一下 他要是追你 他如果能还手 他只能点你一下 但有的人他距离手短一点 他可能第一时间没反应上 他也是追不上你的 他追不上你 你又可以回头点他一下 或者是他还完手 你往后拉 他追不上你第二下 他就后撤了 后退的时候 你又可以反过来点他一下 就是一定不能跟别人就是对点 A完往后拉一下 讲成习惯 尽量看准 敌人抬手瞬间 就补刀的瞬间去A 这样的话 就是别人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三 能A到的情况下 尽量先评A 不要近身放Q 那A人一定是先A人 不要跟别人站得很近 放Q Q超级容易 今生被人躲掉 所以说你要跟别人距离近了 你想的应该是左边拉 或者是利用E 拉开距离再回头点 而不是站人家脸上放Q 四 处理好兵线 不要使敌人的小兵太多 E不要随便交 防止E交完之后 如果 上前补刀的话 你可能会被那种 他善于抓机会的对手 抓住你E技能CD的期间 打你一套 打 一定要谨慎 不要觉得 你的分段 或者是怎么样 你觉得对手没有这么猛 可能刚好那把男人 他就是这么猛 怎么怎么办 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不要抱着脚 心里和心里 每一步该做到的 都做到 这是死 这是几个 就是注意事项 你们一定要 就是说前面的东西 都做好之后 注意事项 也是你们一定要 注意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总结 就是女警常见的几个问题总结 点敌人的时候 发现敌人也能点你 就是有人会跟我说 我女警点人 我发现敌人也能点你 导致你点几下换血失败 那不肯定的吗 对面一个带强弓的人 点三下 跟你点三下 那谁赚 那肯定是人家赚 人家手短不说 还点三下强弓 那肯定是人家赚 这不废话吗 所以你肯定就得 原因是什么 一 没控制好自身的距离 这个绝对是的 我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 敌人有时候 比如说为了你点他下 他要是能Q上来 A你一下 如果他能Q上来A你一下 他可能也只能A你一下 当然他得反应够快 而且 他还得漏刀 就步步那个刀去打你 而且一般你往后拉下距离 控制最远距离 利用训练步法点一下 往后拉一下 他也是很难还手的 你知道吧 他还手 他可能就要点一点兵线 那兵线打他 你也是赚的 所以说你被人 就退一步讲 你点别人一下 往后一拉 他要是能点你一下 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绝对不会出现那种 你能跟他同时 对着点好几下 这一 二 没有挑选在敌人补刀的时候 这个也是 别人在那晃悠 没事做 他在等最后一下 你点他一下 人家没事做 他不上台点你 还不咋滴 对吧 这是二 三 没有清理好场上的兵线 导致双方就是兵线一样 或者是敌人兵线 多于我方兵线 我前面有提到 对线的 就是说前面一个对线怎么做 是不是有 有说到先清理 除了控制距离之外 你还得清理一个兵线 你绝对不要出现那种兵线一样的 我觉得兵线一样不行 我觉得这个英雄就得压的 就是我们的兵比对面的兵多 然后四 点敌人之后 发现敌人也点了你 你不后撤 还继续对点 他一定要学会去 溜人家 点一下拉一下 他能还上手 你往后拉 他就还不了第二双手 他还不了手 他就会后撤 他一后撤 你就可以立马回头点他一下 再往后拉 他就点不了你第二下了 点一下很正常 绝对不可能出现对着点 对着点就是那种 你跟别人点了一下之后 你压根的往后拉都不拉一下 也不撤一下的 或者是说 第一时间后撤 这个习惯性动作没养好 还给你家点第二下 导致人家又能点你两下 那肯定亏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几个原因点 就觉得就是这几点 一般我碰到学安玩女警吧 大多数人除了这种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这几点没注意 我们才看下一个 玩女警兑现能崩 或者是说自身的一个死亡数较多 这种情况 原因 不要说对面打野老抓你 这个理由你自己想听到吗 一碰到高爆发的下落 没把控好距离 导致随便被摸到 像女警这个英雄爆发 他就是没有某些英雄高 像奥巴马 你直接跟他点 你就是打不过 你不要说我怎么才能对点得过 你就是直接点 同样装 就是说大家都断然间 这么上街点 你就是点不过他 这英雄特性嘛 对不对 除非说你辅助控制到了 你给个夹子 打个抱头 远距离 让对面的爆发英雄摸不到你 那这个东西就不叫对点 这个只是合理应用 队友的一个技能 你去打一个消耗和后学 这个东西就不叫对点 那对点你可能是不定时赚的 所以你无论对线能包 或者是说死亡数较多 一 就是这个原因 剧里面碰到 导致随便就被对面的一个 爆发型英雄A一下 二 异性能交到之后 你还一点都不谨慎 随便大摇大摆的上去补刀 导致会被 被那种善于抓机会的对手 和或者是对面上了双排 两个人说 哎你运气没异的上上上 是吧 这是二 三没处理好兵线 导致点人的时候 敌方兵线较多 吸引了小兵仇恨 或者是 你要是吸引小兵仇恨的 还有就是敌人 他顺着他们兵多这一点 利用他们兵多这一点 上来反手去追击你打 他就不怕你 因为他兵多嘛 你敢还手 他兵就要打你 你不敢还手 你去白被他点 这就是这三点 那你肯定就亏呀 就感觉 哎呀我的女警 怎么跟别的女警不一样 这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女警处于压制期间老是被抓 就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我对现在老是被抓崩怎么办 你不要再问 哇 不是说了 不要问那种 被崩了 已经被抓崩了怎么办 要善于为什么被抓崩 原因在这 看ABAB啊 A就是 打 因为你不做眼 你为什么老是被抓 你不做眼 然后很多人都会回答 我做了眼呀 然后再问 你做了眼 你为什么还能被抓崩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做了眼之后 根本就不经常看地图 相当于那个眼是白瞎做的 然后你要回答 你看了地图 那你想想 你又做了眼 你又经常看地图 那说明 就说 你看到人 你从地图上看到人来了之后 你不走 那你不活该被抓吗 那你还能怪谁 但是如果说 你看了地图 又做了眼 又能在看到人之后 第一时间直接走 你被抓一次 可以理解 你说 你能一直被抓吗 那肯定不可能啊 因为你眼都做了 地图又经常看 看到人又直接走了 那咋可能被抓呢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说 如果老被打野抓 就从这几点去想 你是不是哪一步 没做到位 那一定原因就在这里 我就不信 你看到人 你走了 他的人还能知道 你铲水 就把你杀了 然后这就是今天这个对线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一 对线熟练掌控如何消耗 怎么消耗方式 从我前几篇 还有今天讲的对线片 对吧 集合在一起 熟练掌控如何消耗对手 二 非常熟悉自己的攻击射手 这个一定要非常熟悉 三 压制期间被抓次数 不超过一次 就是要要求高 要求高你才能 上得多 四 禁止出现点人 这种换取失败 这种情况 反正你怎么失败的 你自己去找原因 总不是我这一篇当中 说到的你为什么换取失败 对吧 原因肯定在那里面 但是你一定要禁止出现 这种点人换取失败 这种情况 找到原因 绝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五 禁止出现 没有意义 你被开到这种情况 或者是被掀手 这样你要是 要去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你心理想的就是什么 我没意义 一定要非常小心 小心翼翼 不能被对手给开到 那这样不就 就让你更加谨慎了吗 对吧 好 然后这就是 今天的一个所有内容 然后我们下个课见